9岁就要减肥 就要叫他妈妈来上课洗寒的脑线 一定是吃很多的快餐咯 捡捡渣渣咯 不吃菜咯 这种是谁的错 教育失败 对吗 各位朋友 你要看你孩子教育成功还失败 很简单的 你的三五岁孩子 给他一张纸 如果那张纸 他抢过来 撕烂 倒立倾向 教育失败 如果那张纸 他拿过来 他会慢慢画 慢慢画 我跟你说 这个孩子是在爱跟教育的成长底下长大 我家宝贝我们不打的 不骂的 很多人都讲 你们太宠这个孩子 没有 我们家宝贝奇怪的 OK 只要我们一讲课 他在那边跑跑跑 他说以前 他就 他就跑出去了 十岁而已 OK 然后呢 如果你给他一张纸 他就拿过来会画 画画 画护子 听到没有 为什么 他的心里面充满爱 他看到每个孩子 他都很渴 他都很friendly的 听到没有 所以呢 这个就是 你出来的宝宝 跟在爱的环境成长 所以我们家是 落实两种教育 第一种就是 传统文化教育 第二就是 近思与教育 明白没有 所以我的妹妹是 老师 我的小妹也是老师 所以他们在学校 都是风云人物 为什么是风云人物呢 学校的爱心老师 所以他们也是用 这两种教育 去教育他的学生 所以那些坏学生 老师都觉得 没有要救的 在我的这两个 妹妹的教育里面 他们都是变成优秀的 然后有的 现在离开学校 还保持联系 各位朋友 是不是 协议不好的孩子 就没有得救了 这个是社会 用协议制 协议这种成绩制度 去断定这个孩子 这是大错特错的 所以为什么 老师一定要来上课 昨天在现场 就有几个老师在上课 我就一直跟他讲这个东西 你们的责任很重大 听到没有 所以今天 除了老师的责任 父母亲是不是很重要 父母亲走进课室 你的孩子 将会有美好的未来 就这么简单 OK好